从外地到台南成功大学 念说男大生最近确诊了 由于他亲人都不在身边 他也没什么朋友 独自一个人 撑过了深夜高手 以及物资缺乏的居家照护阶段 事后也让他感慨写下了 边缘人的七天新鲜 他直呼呢 真的应该要超前部署 在没有确诊之前 要先想好确诊之后 谁能够来帮忙 秀出手机通话记录 上头满满的通话播出 不是卫生所去公所 就是1922 通通每人接起来 一个外地人 来台南成大念书 感到无依无靠 写下边缘人的七天新生 他在网路社群写下 自己住岩壁没什么朋友 防疫包也通知他 要找亲友去拿 让他不解 这一切不都预设好 确诊的人得要有亲友 在台南的意思吗 让外地念书的他 不知所措 只能求助学校 我们住在外面 所有确诊的学生 第一个时间要打电话 回戏班跟自己的 还有自己的导师联络 那取得老师的 跟系办的一个协助 索性在视讯看诊时 医师得知他的情况 亲自送药到他租屋处一楼 房东也因为看见医生送药 直到他确诊了 特地拿来饼干粮食等物资 让他感动 这世上还是有温暖的 其他成大学生也说 如果看到同学有困难 还是会尽力帮忙 不过这名po网学生也抱怨 原先快筛养性后 要去急诊排PCR 竟然在现场足足等了 五个多小时 才终于回家隔离 虽然卫生局指出 都会介入关怀 给予协助 但这名学生电话怎么打 都打不通 甚至还透过认识的 政治人物去瞧 卫生所才来理他 让他感叹 不要期待就不会有伤害 平时就要多累积人脉 记得有